香港政團民主建港協定聯盟12月28日公布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有高達7成的受訪者認為 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有助大幅減少香港本地暴力事件 有7成1的市民覺得落實了國安法之後 香港的暴力情況是有所減少的 社會也恢復了秩序 有7成2的人也認同要加強國安法的教育 和提高香港市民對於國家安全的意識和守法的意識 有5成的人覺得在2021年 香港社會整體的治安是會比2020年更加好 這個其實可能就跟警方最近的有效執法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民介聯當日在香港公布2020年社會治安情況民意調查 該項調查於今年11月27日至12月8日期間進行 共訪問了1045名香港市民 國安法定選lingen 不管